大家好,市場繼續反彈 距離250天線大概有600點左右 但到不到呢? 下回分解 首先我們要看看市場不是沒有風險 第一是幾隻大龍頭 阿里巴巴有個風化案事件未解決 騰訊、微信究竟發生甚麼事?下一輪會否到呢? 3690是美團罰了10億美元 看來不太多 但要記住,最擔心車手的勞工福利 如何計算這條數呢? 儘管如此,市場繼續上去 正如剛才所說,能否剩下250天線? 我有保留 8月底,美國開了Jackson Hole 現在中國在北大河會議當中 隨時的風風浪浪又會再出現 所以夾高呢? 我覺得在氣氛上夾高 比較適宜沽緊貨走,輕身一點 因為五窮六絕,七回不了身 8月都不覺得有甚麼特別的運行 除了剛才所說的Jackson Hole 和北大河會議後的 後續的政治事件之外 就要看看中國的經濟 因為現在大行都在說 如果中國的疫情 再蔓延一點 隨時會影響到下半年的中國的經濟 近來中國推出的經濟數字 也不是特別的 如果疫情關係再差一點 也會有一點擔心 所以我覺得 這些位置到26005樓上 就不要太過急進了 反而來說 有些貨在手 減輕損失的 減下榜 9月才會再來 就算得太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